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Della你好 大家好 我知道最近有一位患者在美国一边 就用视像的通讯来找你求医 听说好像最初的时候的问题 就是一个乳腺炎 听下去很多时候都想你 不如跟听众解释一下 究竟这个病征在女性身上 如何会出现到 或者是一个什么病征 好吗 刚才想乳腺炎 其实是乳房 简单来说乳房发炎 通常会出现一些 在喂奶的妈妈 这个比较常见的 但当然未必一定 有些女性 某种原因都会出现一些乳腺炎 有时候这些乳腺炎会有些细菌的感染 尤其是我们叫做staphylococcus aureus 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这种感染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乳腺炎 其实本身的分泌物都是无菌的 很多时候都无菌的 当然了 经常喂奶 也有时候是导致乳房的肿痛 还有乳头会爆裂 最常见可以这样说 是女性在暴雨的期间 有时候会出现不同程度 我刚才说的 遇到那个案子 就很有趣的 她就出现了一个乳腺的问题 给了一幅照我们看的 看上去 我没什么长迅的资料 都看到是很红的 肿的 长大得很厉害的 结果很可惜 这位女士 就选择了可能太急了 被人割了 割完了之后 就流出一个很大的伤口 即是皮都没有了 整个伤口露了出来 她就包住了 医生就说要她做直皮 那时候她才找我 才告诉她 她做了这些手术 当时这个手术已经做了 她可能 为什么会做这些 这么大型的手术呢 可能以为她是一个 跟乳癌有关 但是看情况 好像都不是的 总之 割了之后 就没有什么跟进 那你只看到她 一个手掌这么大的 露出来的伤口 那就没有皮 跟着她们就要慢慢帮她 直皮补回她的 那很可惜 这个应该是一种 与善严来的 就不用用手术 是 可以用自然的医疗方法 尤其是痛的疗法 是可以医得到的 那我最近也都在越南 遇过一个个案 也是这样的 那都是个乳房肿长得很大 那这个一个 就是 我想是中研的女士 应该没什么 不是在喂奶的 那一时也会发现的 OK 那通常的症状呢 就是会很痛的 是很劇动的 会肿胀 会肿胀 会谷得非常确实 那还有呢 当然那个乳房的组织 是发现的 那在那些情况之下呢 那个喂奶就更加困难了 OK 那 就算你不喂奶 你捷奶也会困难的 所以呢 因为很大问题就是 因为其中的原因 为什么喂奶呢 就是奶谷得太厉害 是 就是他放奶 喂奶 奶去得不够 会谷得他发现的 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记得是 美国一位很出名的 儿科教授呢 Robert Mandelson 曾经都说呢 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应该叫那个婴儿 是继续绝的 就是要释放那些奶 不会谷得太厉害的 那 因为大部分呢 就算有些菌也好 其实其实他 在他的见解是没有什么所谓的 就是不同的菌有不同的作用的啦 好了 那当然啦 在那个乳腺炎呢 通常都是一种局部的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呢 会出现呢 就是一个系统性的感染啦 那当然这个是小 但是都会会出现的 那么也都会有机会呢 那个感染呢 那种感染呢 就是会惹到那个吃饵奶的婴儿啦 那就需要医疗处理的 那但是虽然呢 如果你当时啊 就是喂不到奶啦 那都要不断自己去封回它 嗯 就是让他的那个乳房呢 不会脏得那么辛苦的 是 好了 那 通常我们要留意一下 遇到这个情况呢 你看一下那个乳房呢 是不是很红呢 或者是很热呢 你有摸到的 那你触摸它的时候 痛不痛呢 那看那个乳头有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 表面的乳头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有没有分泌喔 那有什么分泌呢 那有什么分泌呢 看看它有没有气味啊 那这样 那再看看呢 有没有发烧 ok 那这些事情 就是你要自己要留意一下的 ok 好了 那在一般的医疗的指引呢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发现呢 这个乳腺炎呢 是来得很急速的 很突然的 那还有一半有高烧啊 面红红啊 或者那个乳房呢 又红的 那尤其是呢 是在右边差点呢 那我就会想那个疗剂呢 就是什么呢 是那个癫茄啦 Beladonna B-E-L-L-A-D-O-N-N-A Beladonna 癫茄啦 好了 但是如果当你那个乳房的痛呢 是小小动动呢 都很痛的 而那个病人的那个女士呢 就很敏忍的 啊 就是又不能移动的 啊 那你就想到的疗剂呢 就是白蛇根 白蛇根 白蛇根 就是Brownia B-R-Y-O-N-I-A OK B-R-Y-O-N-I-A 好了 如果你发现呢 那个疗剂呢 就是 就是 走下楼梯 下楼梯都痛 就是等一等一等一等的 还有那个乳头呢 是特别损痛 还有呢 乳头有有有有有有裂的 就是有爆裂的呢 那么那个疗剂呢 就应该是什么呢 是Castor E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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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是马的指甲 哈哈 挺有趣啊 疗化有这个疗剂呢 原来是马的指甲里面 做出来的这个疗剂呢 对乳房乳头的爆裂 是很有帮助的 好了 那么另外一个疗剂呢 我们叫做 流化钙 Hepa Sulf Sulfuris HEPAR Sulfuris SULPHURIS OK 这个流化钙 那么这些通常呢 是适用一些病人呢 就是很 当时是病的时候很怕冻的 很敏感的 也都很敏感的 就是很好 就是很 就是很躁的时候 那么那种疼呢 就好像一种刺痛 OK 还有呢 那个乳房呢 是会渗透一些 有些气味啊 有些芝士样的 的分泌物 嗯 那这种呢 是一种叫做Hepa Sulfuris 的症形 好了 那么如果呢 发现呢 那个乳头呢 就是裂都很厉害了 还有呢 触摸都很痛 那当然第一呢 就是用那个 Casa Agua 刚才所说的Casa Agua 那如果不 跟着呢 就可以加上 是Phytoleca 是羊霜绿 P-H-Y-T-O-L-A-C-C-A Phytoleca 羊霜绿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疗剂 好了 那如果你发现那个乳房的痛呢 是射到背脊 就是穿过去到背 那还有呢 在暴雨 即是胃奶的 肢间 之间的时间呢 是很痛很痛的 那这种这样的阵型 那种乳房的痛 是射到背脊那里的 那你就会考虑呢 就比这个呢 是Phalandrium 叫做水回香 水回香 Phalandrium P-H-E-L-L-A-N-D-R-I-U-M P-H-E-L-A-N-D-R-I-M 水回香 好了 那如果你同时发现呢 那个肌肉底那里呢 有些林巴肿胀的 OK 那开始就 和那个痛呢 是会射去全身的 OK 那记住 那个疗剂呢 都是羊霜绿 Phytolecate 即是记住 Phytolecate 如果有很多的 林巴楼 即是肿胀在咖啡 是 好了 那 如果呢 还有 如果你发现呢 在乳房晚上的时候呢 特别是一种灼烈的痛 那你就可以考虑呢 是 SILICA S-I-L-I-C-A OK 那就是介绍这几种 是比较上 简单容易找得到的疗剂 那也是很大机会呢 在遇到这些情况呢 都可以 可以自己处理得到的了 好了 那用的方法 你知道了 要是吃几粒 如果糖粒的话 那一剂三十丝 就每四个钟头吃 那就直到你发现有改善了 那如果你用了三剂 都没有什么改善呢 那你就可以试试其家疗剂 OK 就是我刚才教你那个指引 你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都不行的时候呢 那就是你试过一剂 如果一种的疗剂 三剂都不行 那就转 那通常呢 很大机会呢 你会用到正硬的时候呢 你会在大概二十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之间呢 你会有很明显的改善 就是要用得好的话 是 好了 那除了疗剂 那有什么其他工具呢 就是万一你家里没有这些疗剂 避了在这里 我都很强调 就是很强建议大家 尽量将这些 平时在家里 买一大堆的疗剂 五十只到一百只 因为疗剂的好处是 是不会过期的 是 就是你塗在这里 十年二十年呢 你都可以用的 那些疗剂又不是占很多位 是吧 如果你买那些糖粒是不占位的 那你避了在这里 真的遇到任何的情况呢 你基本上呢 是可以学会了 如何去照顾自己的问题的 好像 如果我那些这样的 乳腺炎下 如果搞得不好的 整个乳房角就会被人积避 这是很可惜的 就是我看回那个记忆呢 他的案子 应该是那个Beladonna case 他看到是很红很脏的 那当然呢 我没有机会问他的症状 那如果他问得准些 可以很大机会帮得到的 是 那如果你手上没有什么疗剂 有什么其他还可以做呢 那我还用这些水疗了 就是交替热冻的肤 OK 那通常都是热的 就五分钟 一分钟冻 就是用一些热的毛巾 或者冻的毛巾 就是交替肤 在那个环处的乳房 那个肿脏的乳房 那这个会什么呢 是加强那个血液循环 OK 就是流畅得好些 那当然呢 有些人呢 做一些淋巴的引流 做一些按摩 那如果你懂得做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除了这些外之外呢 就有些营养草药 比如那个金盏花 那个金印草 就有些金盏花 那这两个呢 就是很多时候都买得到的 那可以用软装 水装都没关系 除此之外 那个beta-carotene 就是那个胡萝卜素 用五万元IU 一日一次 或者食星 30mg 一日一次 或者维他命C 1000mg 一日三次 那这些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工具呢 是可以是应用在这些的乳酸盐的 那余姻生 刚才你很快就帮我们介绍了 大约有七种疗剂 我们可以常用的 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每种疗剂呢 再讲解一下 它的特性 那个重点在哪里 让我们的听众了解多些 那我们第一个疗剂呢 就是那个Beladonna 英文叫Deadly Night Shade 其实Beladonna 就是丁期 是一种有毒性的草药来的 那这个主要的关键的疗剂 这个疗剂的应用呢 就是在那个 那个乳酸盐呢 通常呢 那个发病很快的 突然之间很快 和很强烈的 那通常呢 这个乳酸盐呢 是在右边多些 右边预防多些 那通常呢 又重又硬啊 又红啊 又肿的 那人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面可能都有些泛红色 可能有些高烧啊 或者有些密动式的薄薄 有些薄薄的头痛 那通常呢 那这种人呢 就是 你不可以 不可以 撞他 就是会撞他 因为撞他 撞他 他会很痛 那也不想躺下的 躺下的 躺下可能脏痛 躺下不舒服 那还有呢 在下午三点钟呢 是会比较差一点的 那他这个饮食方面很有趣呢 他通常呢 就不口渴的 那但是如果他口渴呢 那如果他口渴呢 就可能会喜欢吃点 檸檬啊 酸的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这个是简单一点的 稍微多一点点 关于那个丁茄的疗剂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 Brionia Brionia 就是白蛇根 那白蛇根 白蛇根英文叫做 Wild hops的 那白蛇根的重心呢 就是 没有动它 一动就痛 你记住呢 你记住任何的情况之下呢 那你会发现那些病人呢 那你会发现那些病人呢 就会两个手只夹着那个乳房的 就是走到那时候呢 或者下楼梯 就更加呢 一不一样的搓着痛 就是你会看到他那种 那个身体的语言会这样的 那当然呢 那个乳房呢 当然又聚啦 又痛啦 还有有时候很硬的 但是他未必会很红 记住啊 跟那个Brionia 是不同的 那 那还有呢 那这种人呢 就很想归家的 是 他在家里呢 他都觉得想回家的 那样的 那还有呢 会是很很敏诊 那 那在身体的整体来说呢 那是因为发炎了 所以就那个 那个 那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乳液流量呢 是被阻挡了 被抑制了 那才导致的 就是他 他不相信 就是这个 那个乳液发炎的 那还有呢 就很多时候呢 就是在左边的乳房 容易出现多些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如果他低高的手 会很痛的 那那个乳头 当然呢 非常之硬 又硬又等等 那样 那不碰得它 那甚至乎呢 甚至乎呢 是深呼吸都不妥的 因为你深呼吸呢 你便移动到乳头 对不对 那什么令它舒服一点呢 他会觉着呢 是按压它会舒服一点的 那你会看到呢 因为按压它呢 就令到它不会动了 是吧 所以你会看很多时候呢 他可能是手劫住乳房 走路的时候 就不要动它 这样的 那还有呢 就按住它舒服一点 比如他 比如他左边痛呢 那他睡觉呢 就会倾向左边 压着它,让它压力舒服一点,令它没有这样动动 第三支疗劑就是Caster Aqua,就是马的指甲 很有趣的,是马的指甲做出来的 其实重心是什么呢? 在暴雨的妈妈,那个乳头通常是很痛和很深的裂痕 就算衣服拆到乳头也受不了了 很辛苦,受不了了 乳头本身痛,乳饭的云是很红的 也看到乳头甚至是潰烂 身体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乳房很明显是有浓肿 就是一种浓液的,而且乳房可能很痒也很厉害 而且发现乳房很多时候是生了审物仔,没有多久 是出于这种症状,所以重心是烈,有爆裂的情况 好,第四种疗子就是Hippasulfurus 就是流化钙 Hippasulfurus Calsium sulfi 好了,那个症状就是,乳房很痛,尤其是烂都不能烂 你记住,Bronia,要按住它舒服 但Heap-A-Soul,不要说按了,你嗓一下也不行 那种痛就像那些尖弱的痴痛,刺痛的插到它 尤其是吹到冻的风气是很怕的 任何冻冻的东西是很不舒服的 当然很敏感,很敏诊,而且对疼痛是特别敏感的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Heap-A-Soul的预防 很多时候也有ABSESS的,有些囊肿 有些很稠的脓出现了,而且分泌你会发现到 因为酸酸的感觉,或者可能像那些陈旧的芝士味 就是一种臭味 记住,不能碰,更加不能躺在环柱 风吹也不行,所以它一定包住身体 不会打开来,因为风对它很差 好,接着另外一种是Phalandrium 英文叫Water Drop Water Phalandrium,是什么呢? 是水回香,P-H-E-L-L-A-N-D-R-I-U-M Phalandrium,通常很有趣的 这个症状就是这样的 在暴雨之间,胃奶之间就很痛的 不是胃痛的,OK? 当然,在胃的时候,乳头是特别痛的,OK? 还有,右边的乳房痛,那痛楚是会射向背后面 是两个隔骨之间的背部,即是两种射向的痛 还有,这种乳房的痛,很多时候就是在旌旗尼的时候痛 即是未必是咸,即是未必是胃奶的,OK? 还有,乳房的痛会走到腹部的位置 即是这种这样的,有种走动性的痛 这个就是Phalandrium 好了,接着呢,第六个就是 Phytolacca,P-H-Y-T-O-L-A-C-C-A 羊伤鹿,Poke-Wood,OK? 这个症状就是乳房又很重,又很硬的 好像石那样硬的,又肿又痛 在胃奶的时候,乳房特别痛 尤其是左边比较差一点的 那种痛草会蔓延到全身,OK? 而且,整个人都好像很冤痛 尤其是发现,在铃巴里的铃巴里有时候会肿 乳房有时候可能都会裂,很痛 还有,有时候可能是凹了下去的 我看到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羊伤鹿的症状 那最后呢,就是直了 Silica,S-I-L-I-C-A,Fling Stone Silica 那很明显,那个乳房是肿 暗红色,还有很敏紧的 就是碰身都很痛的 那么,痛就痛到是睡不到觉 还有呢,乳房发炎,还有有高烧的,OK? 那乳房也会有发炎,还有那种痛呢 有一种蛇痛,烧痛,尤其是左边的乳头 那乳房呢,往往呢,你看到呢 乳房呢,整个乳房呢,是种种,有些囊肿的那种 那这个呢,就是直的症状了 好了,大家看到了,我们有这七种里面呢 基本上呢,包含大多数,就是出现这个乳腺炎了 那,很可惜一下,就是这位外国来的问诊的朋友 他可能遲一步,我们过去又可能没有机会 录一辑这样的资料给大家,可以用得好些 是的,刚才听过,这个乳肺炎 那现在,在很多新一代的妇女里面呢 那他们如果是想生孩子的,都会呢 是认识到,用胃部母语 那所以呢,刚才听过,都有很多时候 可能也都在那个条理方面呢 容易出现到这个乳肺炎这个问题来的 那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呢 是了解多些的时候呢,就 及早医治啦,有很多的问题呢 都不是说一定呢,要等到你呢,是割完完啊 或者是搞到有很多后遗症呢,才去搞的 如果及早医治的时候呢,就可以呢 用很多的简单的办法 刚才袁医生好像说了七种療剂啊 都,大家了解了之后呢,都应该很容易呢 可以掌握得到在那里去用的啦 其实呢,我们很多家庭常用的疗劑呢 其实呢,都是不会很多的的 比如我们有些,我们诊所和健康店呢 有些,有些套装啦 那我们可能会做些五十只的简单的套装啦 那如果大家呢,其实呢 有机会呢,是早点买一套,就在家啦 那既然说,这些疗劑,十几十年都不会过期的啦 那你真的到时呢,要用得起来呢 你只是用到一次呢 已经抵抗了你的整个投资啦 嗯,没错,没错 那如果有关的产品那方面呢 大家可以呢,是 上回我们的那个 陆创意那个网页那里呢 去了解,或者是打电话来 我们那个店铺那里 二八八二四八四八呢 都可以去了解得到的啦 那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一些的分享啦 那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想重认回我们的节目,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啦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